在一个美丽的夏天,小燕子飞飞正在筑巢,她飞来飞去,找来树枝河,浅草,想要建一个舒适的家,一天,她发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小物件,心里想,这可以让我的巢变得更漂亮,飞飞用小嘴叼起这个小物件,飞回巢中。 当她正要放下时,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的哭声,飞飞四处张望,发现是一只小鸟在树下哭泣,飞飞飞过去,关心地问,你怎么了,小鸟,小鸟抽气柱说,我不小心把我的宝石掉在地上了。 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,飞飞低头看了看自己叼着的小物件,意识到这正是小鸟丢失的宝石,她心里一阵挣扎,但最终决定把宝石还给小鸟,小鸟,这是你的宝石吗? 飞飞问道,并把宝石递给小鸟,小鸟惊喜地说,是的,这正是我的宝石,谢谢你。 飞飞,你真是太好了,飞飞微笑着说,不用谢,重要的东西应该回到她的主人那里,小鸟感激地看住飞飞,说,我也想帮你,你需要什么吗?飞飞回答,我正在筑巢,如果你能帮我找一些树枝和浅草,我会非常感激。 于是,小鸟和飞飞一起合作,很快就完成了一个漂亮又舒适的潮,这次经历让他们成为了好朋友,也让飞飞明白了,分享和帮助别人会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友谊。